新闻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你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陳靜蘭小姐 再位是財經專家汪潔明先生 以及鄭沛芬老師 還有中年化先生 和 爺百合學運召集人 民進黨桃園縣黨部主委 胖周瑜 正門展先生 OK 好 謝謝 你講到爺百合就知道你老了耶 24年 剛好一袋 兩袋 一袋是多重 一袋50公斤 太好 這個人太惡毒了 下次把他看出去 哇 當年是野百合學運召集人 這個 當年喔 這感應老賊啊 那也是一萬多個學生靜坐 現在自己變成老賊了 我們還沒有變老賊啦 當年 當年的學生喔 也跟現在學生差不多啦 那你 成為被反抗的大人的時候 你有記得生命中的那六天嗎 我 我相信喔 那個 走過學運的那些人喔 大概生命的DNA都被改寫了 有嗎 真的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那些 後來再號召說學運的大叔大神 重新去支持這個太陽花 他很自然就出來了 可是有很多人站在不同陣營 在做不同的事情耶 有人會變 比如說有人投靠到馬英九的陣營 其實也有啦 你的另外一個召集人對嗎 沒有沒有沒有 名字很像他不是 你說鄭麗文不是 鄭麗文當時不是沒有担任 他應該沒有參與吧 沒有啦 因為他沒有担任 鄭麗文年紀小他 小他好幾歲耶 沒有啦 沒有啦 真的是不一樣 對 但是當年的學生 跟現在學生都一樣 就是純潔的力量 可以感動人民啦 不過當年執政者不一樣 李總統是一開始就要對話 對 那接受學生的訴求解散國會 現在馬總統是撐了22天耶 如果夫妻吵架22天 你看這個 每天看多久啊 22天怎麼是9 不過你們當初是9 不是不是 你沒有結過婚嗎 不要這樣講 你幹嘛要去投婚嗎 但是你們 你們當初的訴求 請問多9才算9 不然你們 你知道嗎 你知道的是中國9 一個總統讓那個立法院 被佔領了22天 然後他說他還是保持原來的樣子 然後他也是不為所動 那所有的訴求他不改變 他不接受 這個總統也很少 不是你們當初的訴求 跟我們那個國民黨的訴求 是一樣的 就是說老賊要退位嗎 沒有沒有 當時還沒有退位 當時李登輝總統做了12年 第一個兩年是繼承蔣總統 對 第二個六年是用老賊選的 對 他是老賊選了以後才啟動改革 所以他當時所謂三中傳奇 就700人選總統 就中央新村村長而已 中央新村村長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說 要把老賊換掉 其實那個目標已經非常明顯 那時候李登輝真正要換掉的是老賊 當時他也有壓力 後來才弄了什麼退資金條例 每個有800萬還有18% 用錢把他們的職務換回來 所以40年沒有改選的國會再結束 簡單講當時是借利時利 對 可是當年也是威權體制 學生其實還絕食 有200多個學生絕食 氣氛有一點悲壯 坦白講 不過我是比較佩服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在這個面對服貌爭議的時候 國民兩黨處理的不是很好 他把整個社會的主流聲音 帶得非常清晰 目前社會主流是比較跟學生接近的 對 我應該想說真的這種事情還是得年輕人來做 因為我有朋友也去靜坐 然後他大概坐半個小時 因為他說骨頭很老 沒辦法說這麼佩服這麼害羞 你不要坐那腳腳真的會疼 因為都把他幫而已嘛 頂多是一個小墊子有沒有 他們就可以坐這麼久 他說這個緊骨真的有差 這樣就對了 有一個側門 我記得有一個側門是在 比較靠那個林森南路那邊 大概坐兩三百個學生 那個側門聽不到 濟南路跟青島東路這邊的現場的演講 也聽不到音樂 對 然後那群人坐了也是二十幾天 有換班 他說這個路口不能讓警察攻進來 你說那個巷子 巷子裡面那一條 對 對 他們大概兩百多人坐了二十幾天 有換班 那我就看他們每個人在做什麼 也是上網在LINE在APP 然後在看現場的資訊 他們看得到 那有很武器 對 他看到那個現場的異常的情況 所以他們溝通沒障礙 可是我佩服的不是這個東西 是他意志力 他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知道以前 而且沒有說一定要去搶那個 有鎂光燈的地方 這一次學運的這些朋友 是年輕人有一個好的特質 其實不太出風頭 他們默默工作的很多 嗯 那個萬里長城 你修建的時候 他們叫什麼通訊 狼煙 狼煙 放煙 狼煙 我記得我當兵的時候 那是1983年的時候 軍中有軍中的電話嗎 有啊 軍用電話 軍用電話不可以跟民間電話一起用 因為民間電話很容易被窃聽 所以你的軍事機密就外卸了 所以我們自己有 電位刷 你看那個時代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無線電了 可是我們還是用有線的軍用電話 通訊 可是那個通訊就 我們曾經有一個通訊的同事 他去修理那個 叫駕那個電話線 叫電一下車子 這樣 那我當時就感受到說 通訊的重要 那通訊那個什麼 如果敵軍來就把你切斷以後 你就沒有辦法 你就沒有辦法了 那個運作 整個運作就打戰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剛才講說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武器 就現在年輕人用那個 你說現在叫我們去 去那個上街頭 搞不定 搞不定 對不對 差多少 沒有錯 這次411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那個我上次跟一個 有在那邊靜坐的人 就是有對話 他說其實大家就網上PO了 尤其是學生的網站 馬上就PO了 然後他們PO是說 怎麼昨天被 機身長被驅離了 那該怎麼辦 就說應該要去走啊 是誰 是那個方養鈴啊 那我們幾點就 大家就開始把時間喬完之後 就全部上出去了 所以他根本沒有領頭這件事情 就是說 那我們就去路過 然後記得這些學生幹嘛 就他們把路過那個 要寫的標語 直接就在上面就放出來 然後學生自己就列印了 對 甚至多印幾張 所以現在 國民黨在面對到 所謂的學運的時候 腦袋還沒有轉過來 包括警察 都在說什麼 誰是領頭的 沒有了 現在其實網路上面 隨便一呼就擺諾 然後大家就去了 對不對 事實上剛剛講那個靜坐 我也有去坐 你也有去坐 真的很難 是嗎 我坐了大概是40分鐘 因為我去的時候 電視台說要給我一個椅子 我看大家都坐在地上 我怎麼好 你是為了賺錢去靜坐 等一下… 我不想這麼說 我看到的老人家 都是坐那種椅子 對… 年輕人都盤… 對 我坐那邊 他說老人家那種 真的 半個小時 起來的時候 體重太重 體重太重 所以你拿去你 我看你沒跑嘛 你站起來說 你怎麼沒跑 踩不起來 可是我剛才講到 野百合的事情要不會 沒有 我這個有插播一下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應該去韓國拿一些那種 踩人身的那個 阿嬤的那個椅子 他們穿在身上的 他們是一件褲子穿在身上的 因為他們踩人身嘛 然後要站起來這樣 因為我去人生田嘛 穿在身上的 我有穿過 那後面就是一個墊子 你知道嗎 對 然後你弄完之後呢 你就是摸一下 就直接坐下來 然後站起來 他又是穿 跟他一件口 有鬆緊帶這樣 都綁好 就在屁股上 對 就在屁股上 以後應該列為群眾運動的標準配備 年紀多少以上就可以配備這樣 對… 所以是你這個 就是我們這種 這次捐物資沒有捐電子 不是 他那個是 他那個是就是 那個 那個人生村莊裡面 都是公開賣的就是 我也買 我也穿了一件 對啊 所以那個很特別 我覺得下次好不好 還有機會 不是60天之後還要再來嗎 對 我知道 一定要一定要 那個要自備啦 要過一公 所以我們剛剛談到那個 野百合跟這次太陽花 我跟你說 太陽花是拍文 對 太陽花去賭就賣了 你們野百合都賭的理念會是好運 對 因為你們的理念一致 對 就是我們想要把那個推翻掉 宿求跟理念是一致的 老賊推翻掉 所以只做六天就有回應 他就出來 啊 順勢你知道嗎 他借立實力嘛 借立實力 現在馬英九 他還在講什麼 新媒體 他以為問題出在新媒體 新媒體是武器 我剛剛講的 新媒體是武器 可是事情的本質是它的獨裁 他不改變 他還在講新媒體 他還在講文宣 因為馬英九不敢 不敢面對自己 他不敢看自己 沒有我覺得 他沒有那個高度跟智慧 否則這次的太陽花學運 他也應該可以借立實力 對 重啟談判對不對 把籌碼放在手上 做台灣的籌碼 我真的沒有辦法嗎 這就是台灣的籌碼 我必須去 對不對 如果說對北京要談說 他要更多 我們人民反對 學生反對 這麼大的學運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籌碼 這個總統是自己跟他對立 而且這個總統我覺得 真的是被 他真的是聽不到真實的聲音 這才是可悲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他不是聽不到 他被他自己誤導 因為你知道他從政以來 就一路這樣順風上來 你知道 他要裝助聽器才聽到 對 2008年他當選 但是2012你看他的支持度那麼差 而且反應那麼不好 他還是當選 那時候我記得國民黨大佬 有問我說怎麼樣 才可以教訓他一次 我說你唯一的辦法 就讓他落選這樣 那國民黨那個大佬一聽 那死不得死不得 因為政權沒了 你如果讓他挫敗一次 他會聽話 否則他不是聽不到 他是個new 他就是跟你幹到底 他認為他會贏 你看看這個標題 繼續政務合作 馬英九向王金平立橄欖枝 對啊 原來橄欖枝就是上訴 不是不是那一根不是橄欖枝 那是荊棘 代式的 這 欸 既然這個叫橄欖枝 他 黨團大會 立法委員的黨團大會 他不找王金平來 然後對他那個堅持上訴 這個叫橄欖枝 他其實從整個你去看他 2005年到現在 2014年了 你看做多久 將近十年 那時候他打連霹靂 那時候喊的是 國民黨要改革 到今天還在喊改革 那過去那些如果到橄欖 他今天腐化恐怕很多人也覺得 他是最大包袱 國民黨的最大包袱 你看這一歷年來 他現在要講跟青年對話 可是 朋友我要把這個歷史跟大家講 2005年他選黨首席 2006年第一個用的青年軍 他成立了一個青年團 第一個是誰 是林毅士 林毅士 你現在還記得 他們有個副主席 現在叫什麼名字嗎 沒有 這副主席很多個啊 我的意思說青年副主席 那個青年副主席 那個青年副主席 是形式是樣板 那他有沒有注重到青年有 不然不會 2005年自己 選上了黨主席以後 要成立一個青年團 要設立一個青年副主席 讓他做到副主席 這麼大的位置 40歲以下才可以 現在是林毅華吧 不是 青年團是李登輝時代成立 那時候賴國洲是頭 我把它名字念給你 2006年叫林毅士 2007年叫黃直中 2008年叫梁 這個叫什麼 梁子絕大了 梁勉吧 這個字不太清楚地看 應該是一個面一個 那個字很少見 很少 對 你再把它唸出來 到現在不認識啊 周維毅 然後呢 黃建豪 施宜家 林涛 徐巧蕊 是2013年9月10號到現在的現任 你聽過嗎 沒有 七次字幕很難打 因為他都不認識 我要說 他不是沒有 讓他青年參政 他不是沒有看到這一塊 可是他從來就不理會他們 但是我們要知道青年團是要做什麼的 它具體作為是 除了選舉活動外 努力經營公益形象 經常性辦理營隊活動講座 藉此期望提升青年公共參與 並傳遞國民黨的施政理念 有嗎 這裡面只有林液適合格 等一下啦 我們先休息一下 他很努力做成名服務 賴伯舊也很厲害好不好 賴伯舊也很厲害好不好 賴伯舊也很厲害 賴伯舊也很厲害 他有成名 一個到一個